接下来说一段很美好的感情 林一连和比自己小11岁的鼓手 龚硕良的恋情呢 已经相当明朗化了 对吧 不过呢 最近龚硕良呢 是戴商在香港开唱啊 而一向和他如影随形的女友 林一连呢 却迟迟没有现身 这究竟怎么回事 昨天林一连的小男朋友 龚硕良在香港举行个人音乐会 但是鼓手出身的他 却因为之前左手手腕受伤 并没能一展所长 只能弹吉他来弥补歌迷 这次演唱会 龚硕良不但没有邀请嘉宾 也没有唱林一连的经典歌曲 想把林一连的演唱会 几乎每次都有龚硕良的身影 两人还在周末葵葵之下 护送秋波 毫无避讳 之前林一连与龚硕良也曾抱不合 有传言称 今年刚满36岁的龚硕良 难改浪子本色 正日留恋夜店 更是被林一连打了个正着 林一连当场大怒 将龚硕良赶出家门 而这次演唱会 龚硕良事先就透露 女友林一连会前来捧场 但直到演唱会开场 林一连都未见方纵 着实让龚硕良在现场尴尬了一把 最终林一连都没有露面 难道是天后有顾虑 不管怎样 多少还是给这场音乐会 留下了一点遗憾 娱乐新年地 林一连未露面 龚硕良很尴尬报道